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时候能上市 总书记问的比较细 对我们这个蔬菜产业还是非常关心的 跟他介绍 这是我们的养老服务驿站 这是我们的幸福食堂 他就看了一下价目表 说价格都很便宜 他说你们种类这么多 每天都有吗 这么丰富 我说是的 我们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大家需求也是多样化的 一般里都是三菜一堂 我吃到很高兴 很满意的 关心老百姓的健康 说我们这边的药品还蛮多的 我们的药品都是在那个基养目录上面采购的 特别方便老百姓 然后小病不出村嘛 会不定期地去水访病人 看了一下这个服务情况 总书记问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更多的经济会 投入到对老百姓的服务当中 我们说是呀 基层减肤以后 我们就能更好地下基层为老百姓服务 总书记就坐在中间 拉拉家长聊聊天 问我现在在干什么 问我现在的生活感觉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幸福 跟我们坐在一起就非常和蔼可亲 无论我们回答什么 他都会有回应 微笑也好 点头也好 让我们觉得很放松 总书记关心的是我们群众的生活问题 关心乡村振兴 我们农业农村到底发展得怎么样 关心我们基层干部的姐夫 那些都是总书记念之在之的 我们一定抓好落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